上一回我们讲到燕王朱棣终于攻入京城,夺取了江山。 那么在京城沦陷之后,很多建文帝手下的大臣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气节,比如齐太啊,黄紫成啊,还有皇冠啊。 那么有气节的人啊,其实并不只是以上我们提到的这几个人。 和齐太一同在广德穆兵的汉林修传黄炎王淑英,在听到齐太被抓的消息之后,知道大势已去,于是便沐浴更衣,写下了他们人生最后的遗言。 怎么写的呢? 是生计已矣,未有补于当时,死亦突然,恕无愧于后世。 然后,这两个人双双自尽而死。 对于这两位书生而言,他们已经做得够多的了。 诚如他们的遗言所述,他们这一生啊,是光明磊落,无愧于后世。 刚才我们说的这是读书人,事实证明,气节也绝不只属于那些士大夫们。 普通人当中也有气节高尚的。 比如泰州的一位乔夫,就是一个有气节的人。 他是一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姓名的人。 这也很正常,因为在当时,他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,每天上山砍柴,然后挑到城里去卖钱。 这个人卖柴,从来不开二架,也从来不骗人。 很多人都买他的柴手。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,他都不应该和靖难扯上什么关系。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却在听说京城沦陷之后,头东湖而死。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侨夫很傻,不论哪个皇帝登记,你不照样砍你的柴,过你的日子吗? 但是我却认为他的行为已经告诉了我们,公道,自在人心。 他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侨夫,却心系天下,作为一个普通百姓,他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。 投胡自尽,就是他唯一的表达方式。 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的,只要你有勇气。 除去文人和老百姓之外,一位武将也表现出了他的忠诚。 这个人是圣庸手下的大将张伦,在圣庸兵败投降之后,北军也想招降张伦,可他却笑着说道,你们觉得我是一个会出卖自己的人吗? 说完之后,是毅然赴死。 张伦呢,是一个不起眼的将领,我们之前也并没有提到过他,他虽然没有什么战功,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 与之相反的是,圣庸、平安这些职业武将,却全都投降了朱棣。 圣庸和平安身负大财,素有谋略,历经百战,却反而不如自己的部下和一个普通的侨乎有气节。 这着实可叹啊。 建文帝朱允文当然并不知道陈下的那些异举,他烧毁了自己的宫殿,然后不知所终,于是历史上最大的疑团之一也就诞生了。 但其实这个疑团并不是由朱允文的失踪开始的。 早在朱棣攻入京城的时候,北军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命令,那就是不入皇城,而是退守龙江义。 很明显,朱棣并不想背上杀掉自己侄子的罪名,还围困了皇城,给朱允文自决或者是让位的时间。 但是朱允文的选择也是出乎朱棣的意料,烧毁宫殿,说明朱允文并不想让位。 但这位有几分骨气的侄子却也没有自杀,因为在朱棣入宫之后啊,并没有找到朱允文的尸体。 既不退位也不自杀,那就只剩下逃跑了。 朱允文的下落也从此成了千古之谜。 这件事后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连锁效应。 而朱允文的逃走本身就如同一部侦探小说,我们将在后面对这件事情进行详细的分析。 在这儿呢,先不详细叙述了。 现在朱棣终于坐上了他的宝座,他认为这是自己当之无愧的,因为他已未知付出了太多太多。 多少次命悬一线,多少次功败垂成,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和成功。 而在短时间的兴奋之后,朱棣立刻意识到,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。 那就是清除那些反对他坐上皇帝宝座的人。 于是历史上一幕罕见的暴行,开眼了。 朱棣首先找到的是方笑如,他知道方笑如明满天下呀,而且道远早在他攻下京城之前就对他说过, 殿下攻下京城之后,那方笑如一定不会投降,但你一定不能杀他,如果杀了他,天下的读书种子也就会绝了。 有这位军事的警告,朱棣自然不敢怠慢,他预料到方笑如一定不会轻易投降,但他也不会想到事情居然会演变成一次破历史记录的惨剧。 朱棣在大殿里接见了方笑如,他希望方笑如能够为他起草诏书。 其实啊,所谓起草诏书,找其他的人干也可以,但是如果要是方笑如亲自写的,能够起到安抚天下人心等更好的作用。 所以啊,这份诏书非要方笑如写不可。 但朱棣绝不会想到,方笑如应召而来,并不是给他写召书来的,而是拿出了严官的本领,要和朱棣来一场继承权的法律辩论。 方笑如哭着进了大殿,不理朱棣也不行礼,朱棣是十分的尴尬,怎么办呢,劝劝吧。 于是就跟方笑如说,先生,你不要这样了,我不过是效仿周公辅政而已啊。 这句话激起了方笑如的愤怒,他应声问道,既然您是周公辅政,那么成王在哪里啊? 没有成王,您辅谁啊? 朱棣答道,自焚死了。 哦,那成王的儿子呢? 这国家需要年长的君主,嗯,那成王的弟弟呢? 这是我的家事。 社会青年朱棣终于领教了最佳辩论手兼继承法专家方笑如的厉害。 他没有那么多的耐心,让人拿出了纸和笔给方笑如逼他写照书。 方笑如不写,这朱棣非常的写,于是方笑如挥笔写下了燕王篡位四个大字。 朱棣到这个时候,已经愤怒的丧失了理智,导演跟他说的话,他全都忘了。 好,你不写,不怕我灭你九族吗? 方笑如也不含糊,你灭我十族又如何? 实事求是的看,方笑如说的这句话,并不一定真想让朱棣去诛灭自己的九族。 然而他却不了解朱棣。 朱棣不是那种口口声声威胁说不让你看到明天的太阳之类的话的人。 但他可以保证明年的太阳一定会照在你的坟头上。 而且他十分精通暴力法则,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它。 至少他的使用技巧已经超过了当年的陈有亮。 因为朱棣懂得一条重要的准则,那就是暴力不能够解决一切,但是却可以解决你。 他让人把方笑如拉了出去,方笑如最终的结局是灵迟十族。 历史上看,这个从来只有九族,但是人类又一次展现了他惊人的创造力。 那多出来的一族要感谢朱棣的发明创造,他为了凑数,在屠杀的目录当中加入了方笑如的朋友和学生。 这么一凑就够了十族了。 方笑如是一个敢于反抗强暴的人,他虽然死得很凄惨,却很有价值,他的行为应该成为读书人的楷模,为我们所怀念。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,杀人犯在残杀第一个人的时候是最困难的,但是只要开了先例,杀下去就是很容易的。 于是朱棣就此开始了他的屠杀。 铁炫,黄子诚,齐太,炼子宁,卓靖,陈迪,通通被他杀死,而且这些人的家人也没有能够幸免于难。 由于这些内容过于血腥残暴,在这里我们也就简短截说。 很多人在读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,经常会发出朱棣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感叹,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。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,朱棣是一个有着两张面孔的人,他的残暴只是对准那些反对他的人的。 而这些屠杀反对者的暴行并不能说明他的强大,恰恰相反,却说明了他的心虚。 在这儿呢,我们讲一个题外的故事,这个古罗马的皇帝凯撒,在得知自己的妻子和一个政治家通奸之后,并没有发作。 虽然以他的权势和地位完全可以惩处那个人,但是凯撒却与自己的妻子离了婚, 并在后来重用了那个与他妻子通奸的人。 凯撒并不是傻瓜,也不是武德郎,他是一个有着很强的权力欲望的人。 他之所以能够不理会自己妻子的背叛行为,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有着极强的自信。 他胸怀天下,相信属于他的东西始终是他的。 所以从这个小故事当中,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宽容从来都不是软弱。 那么反观朱棣呢,他就是一个软弱的人,由于他的皇位来源不正,他日夜都担心着另一个人会效仿他的行为,夺走自己的位置。 所以朱棣也畏惧那些阶谈相伟的议论,所以他不断的在屠杀那些反对者,而且还修改了历史。 但是事实证明,反对者始终都存在,而历史也留下了他残暴的印记。 越过那些历史的迷雾,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强大自信的朱棣。 相反,我们看到在那个光辉的宝座上,坐着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中年人,正用警惕的眼光看着周围的人,并不断的对他们说,这是我的宝座,你们别过来,别过来啊。 我相信,这就是历史的真相。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,朱棣一如既往的陷入了沉思之中。 历史如此的风雨波折,没有人知道此时此刻他在想些什么。 一般在这个时候,是没有人敢打扰他的。 但是,朱棣却例外,朱棣战功显赫,是朱棣的头号亲信。 为了报告搜捕建文帝与党的消息,他如往常一样,走到了朱棣的身边,开口打断了沉默,叫了一声,殿下。 这个时候,朱棣的头猛地抬了起来,用一种极其阴冷的眼光注视着朱能。 朱能害怕了,那可怕的目光让他不寒而栗,即使战场上的拼杀,也从未让他感到如此胆寒。 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,于是他赶紧改正了错误,叫了一声,皇上。 朱棣终于还是走入了代表最高权力的大殿,这个大殿他并不陌生,以前他经常来磕头朝拜,或者是上贡起连。 但这一次不同了,他已经成为了这个地方的主人,他正坐在皇帝的宝座上,俯视着群臣。 虽然这个位置不久之前还属于他的侄子朱允文,虽然他的即位,无论从法律的实体性和程序性来说都不正常,但有一条规则可以保证他合理但不合法的占据着这个地位。 这条规则的名字就叫成王败寇。 朱棣终于胜利了,他接受了群臣的朝拜,这是他应得的,他付出了努力,现在也是该得到回报的时候了。 父亲的身影似乎又在眼前浮现。 朱棣这个时候最想对父亲说的话是,你虽然没有把皇位交给我,但我还是争取到了。 凭借着我自己的努力,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,我才是这个帝国最适合的继任者。 我不会让您失望,这个庞大的帝国将在我的手中变得更加强大。 我将把您的光辉传扬下去,让所有的人都仰视我们,仰视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。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,朱棣坐在皇帝的宝座上,俯视着这个帝国的一切。 之前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似乎还历历在目,但是已经不重要了。 因为对于那场斗争当中的失败者朱允文来说,政治地位的完结就意味着他的人生已经结束了,不论他本人是生还是死。 但是对于朱棣而言,今天的阳光那是明媚的,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,在今后的很长时间之内,他将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一个富国强兵的梦想,这个梦想不但是他的,也是他父亲朱元璋的。 当然,在这之前,他必须先做好几件事情,这些事情不完成,他的位子是坐不稳等的。 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,他要证明自己是合法的皇帝。 虽然江山已经在手,但舆论的力量也是不能无视的,自己身上反正已经被打上了反贼的烙印,没办法了,但至少要让自己的子孙堂堂正正的做皇帝啊。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朱棣使用了两个方法,其一,他颁布了一道命令,下令凡是建文帝期间呀,执行的各项规章制度当中,与朱元璋的成立有不同的,全部废掉。 以老祖弄成法为准,这倒不是因为朱元璋的成法好用,而是朱棣想要获得众人的承认,必须要再借用一下死去老爹的威名,表明自己才是真正领悟太祖治国精神的人。 其二呢,朱棣命令属下重新修订太子实录,这个书已经由建文帝啊,在之前修过一次了,但是很明显,第一版并不符合朱棣的要求,他需要一个更为显赫的出身,因为类似朱元璋那样白手起家打天下,开口闭口就是,我本怀佑不依,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一套,现在已经行不通了。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人愿意当脚花子的,于是朱棣的亲生母亲被他抛到了脑后,马皇后成了他的嫡母。 关于这个问题,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的叙说。 除此之外,朱棣还只是手下人在实录当中加入了大量小说笔法的描写,比如说朱元璋在生前曾经反复地训斥朱标和朱允文, 总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 而对于朱棣呢,却总是赞赏有加,一看到朱棣就满面笑容,十分高兴。 甚至在这个朱元璋临死之前,还反复询问朱棣的下落,并有意把皇位传给朱棣。 但是由于奸诈的朱允文等人的阴谋行为,合法的继承人朱棣并没有接到朱元璋的这一指示,于是本该属于朱棣的皇位被无耻地剥夺了。 这些内容,读来不禁让人在极度痛恨朱允文等奸邪小人之余,对朱棣终于能够夺得本来就属于自己的皇位,感到欣慰。 并且感叹,正义终究取得了胜利,好人还是有好报的。 当朱棣最终完成这两项工作的时候,他着实松了口气,不利于自己的言论,终于被删除了。 无数年之后,这场靖南战争将被冠以正义的名号广为流传。 但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,朱棣心里很明白,那些篡改过的地方,原本写着是历史的真实。 他把自己的父亲从坟墓里拖了出来,重新装扮一番,以证明自己的当之无愧。 但是历史证明,朱棣失败了,他没有能够欺骗自己,也没有能够骗到后来的人。 因为真正记录历史的笔,并不是史冠手下的毛笔,而是天下的人心。 不管朱棣是自欺欺人也好,还是自我安慰也罢,毕竟皇位才是最现实的。 在处理好继位的合法性问题之后,下一步,朱棣就要打赏功臣了。 这可是极为重要的一步。 虽然历来皇帝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大业已成之后的那些功臣,但这些人毕竟在皇帝的大业当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本,持有了一定的股份。 到了分红的时候,把他们踢到一边,那是不好收场的。 毕竟任何董事局都不可能是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吧。 那么朱棣究竟如何去封赏他手下的这些功臣呢? 咱们下回接着讲。